中共軍機軍艦不斷的親門踏戶 甚至還有小型無人機 入侵國軍部隊軍營的狀況 而為了反制共軍擾台的行為 立法院出審通過了 軍事營區安全維護條例草案 規定要是無人機 飛越了軍事營區的上空 是可以用武器來排除危害的 但是這樣的決定 卻引發軍事迷的反彈 認為收法管太寬了 不應該限制一般民眾拍戰機 你不要過來 中國無人機低空拍攝 竟然被自家漁民誤認識敵軍 丟泥巴擊落 而這也是中共繞台手段之一 頻頻以無人機請門踏戶 現在要立法嚴格管制 立法院出審通過草案 無人機飛越軍事營區 可使用武器排除 但這卻讓軍事迷不能接受 在不涉及部隊操演的安全下 用長距離的打炮去跟拍 這沒有什麼不對 涉嫌過言的話 其實不利於全民國防的推展 全世界民族國家沒有這種立法 平時陸海空演習性 不少軍事迷大包艷福 擔心以後捕捉軍機英姿 一不小心就觸法 國防部長邱國正說 不至於民眾拍一張照 就把人抓起來 但這根偵查行為該如何界定 還有討論空間 我們其實就是以希望有一個國安優先 這樣子來思考 可能有一些業餘的玩家 他們其實如果不妨礙到國安的需求的話 我覺得當然這相關的規定 或相關的做法 我們其實都可以在討論 而共機共艦 頻頻試探國軍底線 邱國正也證實 11月3號美中軍艦 進入太平島周邊 12里領海範圍內 海巡署不斷地強調說 本來說是21海里之外 沒有進入領海 他這邊看到就10海里 我們雷達上看到的 的確跟海巡有一些是一樣 有落差 這些島嶼的所謂 都是海巡署在負責 偏遠的領地島 基本上講我們是無能為力的 他們唯能做的就是監控 有些人會說 要不要派遣大量的海空軍 軍力去支援 本島的防務力量不就被削弱了嗎 被弓箭侵入領海 國軍堅守第一線 駐圈不能輕易退讓 建律雄 王維成太報道